巧欣 巧欣 巧欣這個事情大條了 先請問一下這個嚴峰 是 你覺得禮拜一 市政府會 北副營會給你們什麼說明 他們會給一個很官方的說明 這個已經可以預想得到 可以預想得到 其實剛剛有講到 這個是我們昨天在台北市我們的委員會 財政委員會 剛好是在報告這個有關富邦銀行 這我今天帶來 這是他們昨天提供的這個富邦銀行的報告書 結果通篇都是在幹嘛 都在稱讚說富邦銀行她的收益 是所有的金控裡面的第一名 而且我還懷疑她這個偷偷在湊星光金 因為湊星光金是最後一名 好 那這個 所以我們看的當然是非常不滿 為什麼不滿 第一個 因為許巧欣的婆婆 疑似涉及超貸案 一千萬在屏東的房子 為什麼可以貸到一四五零萬 那我們需要去了解說 因為台北市是富邦銀行的股東之一 我們有13%的股權 我們在富邦金控有三席的這個官股董事 那我就問他們說 這個事情已經討論了將近快兩個禮拜了 你們三位包含財政局長 然後法務局長 主機處長 你們有沒有主動去了解過這個案子 結果你知道竟然只有財政局長說 我有打電話 請他們稍微說明一下 我就會覺得說 那怎麼會那麼消極啊 那都已經大家在講說 你一巫三代 這個連業界都覺得不正常的事情 那你們市府怎麼會覺得很正常 然後也不積極的去處理 那我也給大家看 為什麼我們那麼關心這個案子 其實早在當時發生的時候 我就跟市府調閱資料 那我也問他 其實我們在討論的是說 你今天股東的權益 包含你貸款的程序 有沒有涉及抄貸 這個是跟股東權益有很大的關係 沒錯 而且也包含銀行的內控 那這個本來就是董事會的職責 我覺得我們沒有錯 那我沒有再問他個案你知道嗎 我就問他說 那這個你們何貸 你們是不是有所謂的利益衝突跟不當關說 那你們當時核貸的利息的設定標準 結果你知道嗎 他們一開始我設定說 禮拜一要提供 他就說 那我們禮拜三再提供 而且我也不確定 能夠提供給你什麼資料 到最後就是用所謂的個資法 這樣子玩文字遊戲 再來呢 昨天在這個委員會上面 我們不斷的追問 結果他就拿富邦銀行給財政局的說法說 我們這個價格受信定價的過程呢 都沒有相關的這個 我們所懷疑的這個不當的事宜 一切都合規 那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講的合規 那它涉及抄貸這個過程 你有沒有要跟我們說明 他們一開始其實是沒有的 一直等到我跟減蘇培議員 甚至我都對他們拍桌了 他們最後在我們的一朝零四中的指示之下 才答應說下個禮拜一 然後要來提供這個專案報告 那我的想法是覺得 就是說這個整個過程 第一個我們是有三席的官股的董事 可見就是三席董事是沒有作為的 那這形同於市府本身對許巧心的案子 都等於是打假球 放水 因為這個是全國關注的焦點 那再來富邦如果監督不利 那市府你們的官股不是應該要 積極的說去跟他們董事會了解 說這個到底對我們台北市府 或者我們的股民有什麼損害的地方 那這個對富邦來說 他的經營也必須要以遭公信 不是說今天誰拿一個房子去貸款 因為三個月裡面可以貸三次 然後從一千萬貸到一千四百五十萬 這個對人民來說會有很大的剝奪感 那為什麼我們不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希望的是了解到這些部分 所以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其實在洗錢防治法裡面 本來就規定說立委他的姻親 就是洗錢防治法裡面規範的 其中的一個角色了嘛 對 算是重點觀察的對象 重點嘛 對 那你們當時去聲貸的時候 富邦銀行你們有沒有好好的去查核過 這些的身份 我覺得這些一一的都應該要跟社會大眾說明 但是我們現在顯然看不到有這些的內容 那現在我們也是下個禮拜一他們會提供資料 但是我們也不可能就讓他這樣子糊弄過去 不過其實我覺得你也不用提供個資 你只要回答嚴峰他們市議會幾個問題 第一個 自動房子的建價到底是多少錢 因為我們查實價登錄最高就1100嘛 那1100不可能貸到1450萬嘛 第二個 還是說貸款人有提供其他擔保品 是我們不知道的 就是我們在公開資料裡面沒辦法查閱的 你不用講細節 但是你告訴我們這幾個問題 還有你們當時建價的 因為據我所知銀行在放貸前 建價都是要找第三方工程單位 不是銀行隨便派一個人去建價 因為當時就是為了怕你做操貸 所以這些事情其實我覺得 它不牽涉到個資 許曉星現在他們家到底有沒有錢 早餐店一天收入2萬應該很不錯嘛 對不對 連中正區那家很出名的那家早餐店 未必一天都有2萬 可是他講說一家三口擠在一瓶 這是怎麼回事 這我可能要請九天玄女降落降落降落 大家來擲筊一下才會知道說 許曉星家到底有錢還是沒有錢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他可以在同一個訪問裡面一下說 我家一天賺2萬 我家不是沒錢 我一天賺2萬 我買那些精品 2018年要募款的時候是說 我是屬銅板過日子的 而且那個時候我小時候 我三歲的時候就去店裡面幫忙 我去洗頭髮的時候 洗頭的阿姨還說 你的身上怎麼都是有煙味 我那時候還覺得好丟臉 然後還上另外一個節目的時候說 我們就睡在 這個是我家 這照片你們看過 我們就睡在這個後面 然後我就在這邊做功課 寫功課的 我們三個人一家三口 就睡在一坪大的一個地方 所以也難怪啊 昨天就有政論節目啊 就活生生的 血淋淋的 就把一坪大 如何睡三個人 還要放喔 因為許曉星說他們一天 還有衣櫃 等一下我還會有AI圖 來那個示意一下 然後因為許曉星自己講的嘛 他跟他媽媽喔 他媽媽 我媽媽喜歡這個精品啊 所以我媽媽喔 在我國高中的時候 都會買精品啊 那我們兩個都會交換拿 所以喔 還有一些喔 Grace壞死了 那Grace就拿了他的一些布包包 來放在旁邊 以作為示意喔 來 這個是昨天喔 哇 我相信收視應該很不錯 那結果網友呢 拼命的用AI 來做圖 這個是AI 如何在一坪大小 因為一坪的話 床墊喔 一百八成一百八很 剛好就是一坪 對 超過一坪喔 那個床墊 你要硬塞進去的話 還會跳跳 對 那要怎麼放他的精品包 跟放衣櫃呢 只有這種方式 AI幫你畫出來 你看那時候 徐曉星小小的喔 這是AI圖示喔 可以放在中間喔 這個是喔 這個昨天徐曉星所講的 但我們問題來了喔 其實剛才喔 我覺得嚴峰 我真的是要公開誇獎一下 嚴峰喔 嚴峰他最近喔 打的幾個案子 我覺得都是相當的精準 而且他的準備喔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充分 那有關於徐曉星喔 這個富邦的銀行貸款 這個是喔 重中之重喔 為什麼說是重中之重呢 因為我們現在不只喔 不知道說 這個為什麼會帶出喔 因為徐曉星告訴我們的 不是2000萬啦 是1880萬 1880萬 這個數字是徐曉星講的 1450萬 這個是四叉貓 告訴我們的 100萬這個數字 也是徐曉星你講的 我們先把這些數字 反問你徐曉星 這些數字到底是怎麼回來 所以才會有嚴峰他們 因為身為台北市議員 那台北市的富邦銀行 必須要回答 台北市議員的監督嘛 所以你到底是怎麼貸款的 這個貸款有什麼樣的擔保品 他到底是使用什麼樣的 你當時如果是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會有這樣子的一些貸款 你要告訴我們 徐曉星又在什麼樣的情況 幫他的婆婆 不管是支付利息 或者是借他錢 或者是代電 那100萬的利息 是怎麼樣的情形 錢是又怎麼進去的 這個勾計一下 應該都很清楚 如果富邦銀行 禮拜一沒有辦法 我這樣看 我覺得富邦銀行 大家現在知道 完蛋了怎麼火燒到我了 所以富邦銀行 大概為了自保 他們可能 在禮拜一的時候 還會呼嚨過去 想說能拖多久 就拖多久 但是我在這邊 真的是要嚴正的 要拜託金管會 要趕快對富邦銀行 來做金檢 因為只有做金檢 才能夠解救富邦銀行 因為富邦銀行的 這一些承辦人員 他一定 曉得說完蛋了 哇 東窗事發 當時我不過是可能 受到了什麼樣什麼樣 我沒有說壓力 這個壓力不一定 來自於徐曉星 但是有什麼樣的原因 所以我決定 要放這筆的款子 這個款子 會害整個富邦銀行 接受金檢 富邦銀行可能 未來會遭受的財閥會更大 而你現在 如果呼嚨了台北市議員 我覺得 金管會介入去做金檢的話 會對富邦銀行更慘 那徐曉星呢 我個人 我從來不認同 這個沈富邦 在近幾年所說的任何話 唯獨一句話 他說 徐曉星樂在其中 他喜歡上媒體 喜歡講話 他樂在其中 我覺得 這個沈富邦 終於抓對了 徐曉星 性格當中的一項 徐曉星真的 我覺得他是樂此不疲 他一天不講話 他可能覺得 哇 難過 所以他又講話了 那他講話了還 他就 這幾天 其實今天早上 他不是又出來講話嗎 那他又出來講話 就讓我們喚醒了 有很多的媒體 其實還會對這個案子 繼續追 今天周刊王 你不能說他是1450吧 不能說他是綠媒吧 周刊王就是忠實集團的媒體 人家可是旺旺 鐵蒸蒸的 也不能講他紅媒 他也會生氣對不對 旺董也會生氣 因為那是鴻海的郭董講的 說他是紅色的 好 來 他這個 他們揭露了一個訊息 我覺得這個訊息是樂在其中 你如果那麼喜歡 這個美光燈的徐曉星 你恐怕也要出來講講的 因為這個訊息是說 那個蔣辛子女士 非常善良 就徐曉星的婆婆 對 非常善良 知道了 林渝倫 就另外一個車手 溫朗東的同學 也被收押了 也被收押了那個 知道了她被收押的時候 之前還沒被收押的時候 因為被檢方調查的時候 就幫她請律師 這麼好心喔 而且她的女兒跟她的女婿 還有那個林渝倫呢 總共請四個律師 對林渝倫很好 就給她兩個律師 那結果後來 老人家 畢竟還比較誠實 老人家有一天 就不小心說六嘴了 請看這一段 劉母不小心說六嘴 說劉項杰是被迫的啦 而且劉項杰不能夠再被起訴啦 否則會被判刑啦 判刑就會被關啦 所以林渝倫 你如果認罪的話 就能夠判清刑啦 甚至於可能判緩刑 是不是這個緣故 所以幫她請律師 這是林家的人在懷疑的 那林家本來 林渝倫之前就有案子被調查 可是之前的案子 她並沒有被收押 那是後來經過這兩個律師 幫她辯護了以後 幫她去看了一些的卷宗以後 她就被收押了 所以是不是以後 我們的檢方 在辦詐騙集團 在辦詐團的時候 要小心 原來律師也是匪諜在你身邊 原來律師也有可能 神鬼交鋒 她為了要替 炸團的A來脫罪 所以幫炸團當中的B 我去幫你請律師 所以我就陷害你 讓你可以多背一些罪 讓她來整個來談 這個是另外 又出現了一個案外案 那這個案外案還有一個 這個非常重要的啟示 那就是如果劉母 蔣欣慈女士會說六嘴 蔣欣慈會不知道 她女兒跟女婿的狀況嗎 那在跟徐曉欣 你累那一百萬的時候 你會不曉得這一百萬要做什麼嗎 徐曉欣跟你的老公會不知道嗎 會不會